我雷震塞鲁马生涯一辈子 今天是落到这个家庭 任川 你陈叔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啊 不 不知道吧 他肯定知道 你是怕我担心 一直在骗我是吧 帮帮 这 陈叔欣喜党国 保守机密 也是能能理解的吧 为了党国 他连亲妹夫都不要了吗 可悲啊 司令 你马上要去九江参加的作战会议 我认为不是给公道看 应该是要真的打 伯父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们江城战已经接到了局本部的电链 你们二次兵团所有履级以上的军官 公司电话 电信 信函 都已经受到了秘密监控 这是大战将至的前兆啊 上转眼 那个雷震山很有可能 察觉了咱们的秘财计划 我觉得他可能采取反击行动 要不然咱们先下手围墙把人给抓了 他守过宙兵 我们能抓得了他吗 你 您手里不是有那个伟座的手 手遇吗 难道他还敢反抗啊 不 上转眼 现在是国共和谈时期 公开抓捕一个倡导和平运动的高级将领 会数人异离 让伟座陷于被动 这个雷震山呢 在二十四兵团的影响力也就太大了 就算是有伟座的手遇 其部下也未必肯买账 搞不好引起滑变了 咱们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即使雷震山 咱们知道这事是我干的 他也未必敢轻举妄动 他现在还没有胆量 敢跟伟座公开决裂 诺 专员 打听到了 车队临时掉头 是因为雷震山的太太突发疾病 住进了医院 什么病 好像是高血压和低血糖引发的吞菌 已经出院了 虚惊一场 那邵庄严 雷震山怎么办 再找机会吧 继续加强健康 我现在就把情况 详实和伪座报告一下 停车停车 停下车 停车啊 好 师伯 您来看小冉啊 不是 我来参加他们校长组这个插话会 正准备回去呢 看见您了 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借本书 跟我车一块回去吧 不不 我开车来了 对了 说实话 你们保密局有些做法 我实在不敢恭维 你可别学成那样 听见没有 这你放心 师伯 从小到大您还不了解我吗 我就图个过个太太平平的日子 是啊 现在人人都想过太平日子 说实话 当年我头里从容 就是怀着这种报国之志 几十年过去了 遗憾哪 师伯 您想过这种遗憾的根源呢 当然 就目前而言 还是共匪在作乱 但共军为什么会一呼百应 成眼下这种兴火燎燃之事呢 师伯 您知道我一想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 可这种情况 我这局外人也不得不冷眼旁观呢 虽说眼下身在君子 您知道 您知道我就是混口饭食 我哪比什么三民主义呀 陈川大 我觉得 您的看法有些偏颇呀 我 我承认 党国目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共军呢 占优势 但胜败乃兵加常识 不能以一城一地的得势而论天下 别急 Put the 干嘛呀 乖乖吃谁干嘛呢 你 小冉 哪有 小冉 我刚才大老眼的 看见你俩在聊天 我刚想起来打交時呢 朱元 我们走吧 小冉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那我先回去了 我改天去看那时候 舒服吧 妈 那个等会儿舅舅来的时候 你千万别说 有人要害我爸的事 舅舅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牵怒文川哥的 知道了 太太 陈先生来了 请进吧 去茶去 妹子 我听文川说你病了 现在怎么样了 这不是回来的吗 能有什么事 轻点 幸亏小冉在家 及时把我送到医院 要不恐怕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这话说的呀 你有菩萨保佑 能逢薰化吉吗 是啊 人要有慈悲心肠 多做善事 菩萨才会保佑 不要以为作恶没人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菩萨都看着呢 对对对 这话说得很对啊 这个 震山没有在家陪你啊 他去九江开会 陈先生 请喝茶 好 我不喝了 妹子 没啥事 我就回站里了 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的 那就不留你吃饭了 小冉 送送舅舅啊 好 走了 小冉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舅舅说呀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爸爸的事情有关系 怎么了 小冉 舅舅 舅舅 我爸好歹也是你的亲妹夫吧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你就算是不为我爸想 你也得为我妈想想吧 舅舅 舅 舅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说我妈还活不活了 舅舅 我觉得你变了 变得挺陌生的 你听我说啊 这件事情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你没想到什么呀 你答应过我 会好好保护我爸 好好保护文川哥的 可是你有一样做到了吗 你都是骗我的 我觉得 我这是你以克利用的棋子罢了 小冉 舅舅 你先走吧 小冉不送了 海平啊 是 舅舅 你有没有把生德院的暗杀计划 告诉文川呢 没有啊 舅舅 您不会连我也不相信你吗 我不是不相信你 是我妹子她们是怎么知道 我没有阻止雷司令去视察的事呢 应该是从别的渠道泄露出去的吧 什么渠道 站长 比方说 上德元身边有雷斯林安插的眼线 还有 我们站里的内鬼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可能是这个内鬼得到消息之后 报告给雷斯林 如果这个内鬼就是共产党的话 他们有什么理由要保护雷斯林的 站长 您想想 如果雷斯林被炸死 上德元会承认是他干的吗 当然不会承认了 对啊 所以说 上德元肯定会把这件事栽赃给共产党 说共产党故意破坏和谈 而共产党也很清楚 雷斯林要是被炸死的厉害关系 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背这个黑锅的 所以说 共产党保护雷斯林 这还是能说得通的 那么这个内鬼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呢 我觉得 这件事廖队长脱不了干系 内鬼应该就在行动队 而且是参加此次暗杀行动队 对了 站长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我们的谈话被窃听了 窃听 一定的 Whew 呀 Podca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可以说话了 镇长 我们果然被监听了 老四 有 切梯子范围有多大 这个大概二十平米 在这个屋子里写字的声音都能听到 能查到来源吗 站长啊 这个 这个东西是小日本做的 小日本投降以后呢 这东西就留到黑市里边了 到了黑市就不太好查了 这个内鬼打子也太大了 是啊 是啊 老四啊 又在看花边新闻哪 念念 想听啊 情报处长怒闯广播站 亲共分子机智逃生 我看是美少女深夜离家出走 怨妇洪姓出墙谋杀亲夫吧 还真让你说对了 昨天下午皇后大道发生一起情杀案 奸夫淫妇串通一气谋杀亲夫 真是罪毒妇人心 当代潘金莲哪 我说老四啊 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啊 这现在正值党国危难之求 正是你我大有作为之事啊 你能不能为党国多排油解难呢 刚才谁又听花边新闻哪 我那是工作之余听来解解闷 那跟你就不一样了 你小子是成天到晚的 就是看这花边新闻 一点正事都不干的 娄大处长啊 你这是整天琢磨正经事 怎么就让一个燕文川家的乡下保姆 给勾去魂了呢 你就是这么为党国排油解难的呀 你知道个屁 这玉兰妹子我是肯定要娶的 想好了 娶啊 那你还在这儿跟我废话 娶 说得容易 站长一直怀疑她呢 怀疑她 共产党啊 要说玉兰妹子是共党我不信 但站长可不这么想 这上周还在试探她呢 还是啊 你疯了你 那你赶紧带她私奔呢 废话 这站长现在怀疑她我怎么取啊 那你就肇时报告站长 你们要私奔 报 报 报你个头啊报 那不就没戏了嘛 报告处长 站长让您过去去啊 好 我知道了 千万不是说出去啊 忙去吧 好 来 挡过之冻凉喽 你的手尖我给你洗干净了 明天别忘了戴上啊 谢谢 不客气 你说什么 雷小姐现在很崇拜你吧 小冰从小就这样 唉 那我就更担心了 擔心什么呀 我担心雷小姐 要是有一天知道 我不是你的保姆 那就很麻烦 有什么麻烦呢 你想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想哪儿去了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 你想过没有 咱们两个孤男寡女的 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那雷小姐她肯定会有想法的 那 问心无愧 那不就得了 你是问心无愧了 可女孩儿的心思你哪儿明白啊 还有啊 我觉得你们俩其实 也不是很合适 你看她爱好文学 那你呢天天面对的 就是冷冰冰的案卷 真的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认为 谁跟我有共同语言呢 我觉得吧 你看你那么爱音乐 你应该找一个懂音乐的 还有吗 当然了 还有很多呢 你看雷小姐吧 她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 她过惯了那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她肯定不会照顾你的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我会做家务的 然后能给你做做饭 洗洗衣服 坦坦实实过日子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革命的觉悟 一定要很高 好 你不就是学音乐的吗 你看啊 你呢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身上没有那些 小布尔乔亚的调调 而且还可以帮我 提高革命觉悟 又会做家务 你不会说你自己的吧 霍山 霍南京内线绝密情报 南京政府 已不准备在国内和平协定上 最后修正草案交付南京代表团 公司的核心 决定在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草案交付南京代表团 协议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 不断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 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 亦从旁积极提供的意见 听到了吗 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 中共方面已经对和谈表现了诚意 现在就看南京方面的答案了 这应该是最后通牒了 这次理财总统和伟座应该签字了 签字 我告诉你 我在九江见到了李戴总统和白长官 他们都看了修正草案 拒绝签这个字 那伟座的态度呢 一样 拒绝签字 让国人寒心哪 司令 您有什么打算 报告 对了 报告 报告 司令 保密聚业扶盖请见 请问请问 是 伯父 您好 辛苦了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刚刚给小冉打过了电话 是吧 坐吧 那晚上到家坐坐吧 伯父 其实我此次前来 是有些话想跟您单独聊聊 在家里伯母和王嫂都在 有些不方便 什么话呢 你们再说 我们可以先试试 那我们更快 我们再观看 不容计 我们再来 从来 我们再来 我再见 你 老娘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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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战争大霞 那么江城这座具有千年文化的古城 就将毁于一旦呢 到时不知会有多少黎明百姓的生命会断送 您也将成为千古罪人了 难道背叛党国不是罪人吗 背叛一个独裁专制 只为一级私立的政权 何罪之有 我们怎么知道 中国政府去拿对此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 我们在哪里 我们自己也在哪里 我们作识的 我们自己也在哪里 我们自己也在哪里 其他人也在哪里 我们自己也在哪里 我们身上去 虽然在哪里 我们所在的 我看这共军 未必能够打得过来 打过来就打过来呗 到时候我们到台湾去 那多安全啊 共党那这边长莫及的地方 看来 现在也就剩这一条路了 我准备好了 一会儿去铁匠铺 买几把鳞刀 买鳞刀干吗呀 去个阿里山采皮朗呢 到时候一窝蜂过去了 那地方物价肯定 蹭蹭往上涨啊 这小子 那给我和海平也买一把吧 零能想到 咱们当年的堂堂三剑客 就快沦落成为 扛着三把镰刀的农夫了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 那镰刀呀 你们俩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我用不着 那为什么呀 你不去台湾 那你要去哪儿啊 是与江城共存啊 是与江城共存啊 我认真考虑文川说的话 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绝不能做国人眼中的罪 不认真 既然伪作 已经逆潮流而动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拥护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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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凌 已经决定 把这个交给阎文川了 您是不是有点不大放心哪 他毕竟是保密局的人 这么重大的事情 心里边总觉得不踏实 放心吧 其实我早今天意识到 文川不止一次的跟我提到 我共和谈的问题 我还认为他是陈镇长派来试探我口风的 但是现在我可以确信 他是代表中共来策罚我的 所以这个交给他一点问题都不会 司令这么分析很有道理 司令 后面还有车跟着我 嗯 司令 看来不光是你的电话被监控 连您的行动也被监控 要不 东西交给我 我来交给阎文川 他们很清楚你是我的左膀右臂 你想他们能放过你吗 陈镇长 陈镇长 今天怎么回来得那么早啊 陈镇长在哪儿呢 在楼上呢 小冉 爸 小冉啊 爸爸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啊 我 我能干什么呀 小冉啊 爸爸告诉你 你啊 现在南京方面呢 不愿意在协定书上签字 所以 爸爸估计这个仗很快就会打起来的 要打仗了 对 那爸 咱们走吧 走 爸爸是军人 这个时候走那不是临阵脱逃吗 所以啊 爸爸啊 拜托你 把这件东西交给文川 绝密啊 爸爸告诉你啊 这件东西 关系到爸爸和文川的姓名 所以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更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个东西 你懂吗 去吧 由于对对手的轻视 雷震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小冉 小冉 我找你有事 找我 什么事啊 我有个朋友今天结婚 说好我去给他拍照 但是伴娘临时有事去不了 你救个场呗 不行啊 我没时间 就一会儿 一会儿都不行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送给别人 我真的没时间 去见你的文川哥对不对 重色轻盈 我有很重要的信要送出去 我没骗你 什么信啊 情书 你别动啊 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我是要掉脑袋的 我不管 要不然你把情书给我看看 你写得有多肉麻 要不然你就跟我去参加婚礼 行吧行吧 就一会儿啊 黄包车 你怎么拉的车 对不起 对不起 夏天 你没事吧 伤着你的风 抢劫 没有 抢劫啊 救他 救他做我的包 快追 快追 追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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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滑劫 不要抢劫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是方便局了 我有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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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经 快跑 快抓住带个女的 她们头都 快 快点 干嘛呢 开心了 开眼睛啊 你打什么落地 夏天 我实在跑不动了 是 那个透我 干嘛化妆成车夫 抢你包啊 再说了 你怕她干嘛 你爸不是大司令吗 我包里有这个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偷我爸了 你偷你爸这个干嘛呀 现在情况太危急了 我改天告诉你 快走吧 正神 又收拾好了 什么时候出发 等小冉回来再说吧 我会派车送你们走的 喂 上转员 有何辞交啊 什么 我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等 俊山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是 是是 我马上才去行动 控制事态 你 你 你 什么东西啊 槟榔 你不要去台湾采槟榔吗 先给你尝尝味的 你搞那么大 不习惯吗 我决定了 我不去台湾再 那怎么行 我镰刀都给你买好了 还给你买一把铁锤呢 我叫铁锤干什么呀 你不是要去海边盖房子吗 给你买把铁锤 还能钉个钉子什么呢 我这眼神 钉钉子不钉着自己的手啊 你要不戴这个眼镜 眼神就更好了 燕文川并非近视眼 他戴的其实是一副 平光眼睛 一直以来 他都用这种外表的温弱 来掩饰内心的变化 但老四刚才那句话 似乎在暗示他 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 还有镰刀 铁锤 这是共产党党旗上的图标 燕文川突然似乎 明白了什么 老四很可能就是那位活鸟 老四 其实我早就买好了镰刀铁锤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是 站住 有事啊 燕文官 我们接到报告 雷小软携军事学密分件 白逃 考虑到你跟他的特殊关系 上章言让我把你暂时隔离起来 接受调查 好 那 那好吧 温川 你别紧张 只是例行公事 酒堂休个假 好 你走吧 副管 老四 那只好麻烦你 跟我家玉兰打声招呼 就是我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行 行 站长 我先走了 按照惯例 上章言召集开会 应该在兵团司令部 为什么让你去警备司令部 这恐怕是个同门宴 你不能去 要不咱们干脆 现在就宣布起义 仓促起义 风险太大 我不会拿我的士兵 白白送死的 那你也不能 拿您的性命去冒险 放心吧 他们暂时 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再说 还有一个参谋长坐镇呢 我相信有你支撑僵局 起义还是有希望呢 那 社长怎么办 如果真的被扣押 你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另外 你务必和文川取得联系 知道吗 明白了 博哥 进来 司令 车已经备好了 好 你们走吧 你们等急了 喂 喂 喂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这叫 司舍明天知道吗 吵吵什么玩意儿 吵吵 快撤 撤 不许说 喂 别把我们家弄乱了 叶先生回来要生气的 还生 生气 生什么气 我告诉你 燕安文川 他现在自身难保 知道吗 你胡说 什么什么胡说 别说没用的 那个 你 林小姐来过吗 没有 你好 好 好 刘伟长 什么 蔡大哥 不是 我说 你 怎么哪 哪都有 有你呢 你忘了吗 这个叶副官被带走的时候 特意束缚 让我过来跟玉兰妹子说一声 对不对 玉兰妹子 今天你燕大哥可能就不回来了 什么 蔡 处长 我还发现你 你挺仗义啊 我跟她是同学呢 能不仗义吗 拉倒吧 你什么日子 我还不知道 来队长 那 你过来 快 你去去去 你去去 你去去 叶副官现在只是隔离调查 他并没有同工的嫌疑啊 你让你手底下的人 手脚轻一点 你给人弄坏了东西怎么办 你完呢 你弄坏了 是是是 你没弄坏 蔡大哥 叶先生 他出什么事了 我来自行 小费 我又来自行 我我对你 一天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